今天要介紹蒙奇底魯夫 首先是技能介紹 他的被動每損失5%的血量 會獲得1%的減傷效果 當血量低於50%並受到傷害的時候 魯夫每一次技能或普攻 命中敵方目標都會恢復4%的最大生命值 這個被動有30秒的冷卻 一技能往前衝刺造成物理傷害 還會有擊退效果 2技能前方扇形打蒼蠅造成物理傷害 大招用腳踩地板造成巨量傷害 並且擊飛0.75秒 額外的小招擋3 切換到對應的擋3技能 使用任何一個技能之後魯夫會進入縮小狀態 持續3秒鐘期間無法攻擊 縮小狀態前幾秒是無敵狀態 基本接近 使用一技能衝撞對手 再用2技能打蒼蠅 請對手吃我的臭絞絞 開啟檔章採出超派臭絞 結束這回合 哈囉 早上嗨你好 我是Yo哥 I'm Yo哥 在我們創帳號 官方會免費送三種角色 三選一 其中我最推薦選的就是魯夫 第二個推薦選的是悟空 第三個則是漩渦名人 一開始隊友跟我說聲加油 我也回聲他加油 雖然這個加油沒什麼 但我感受到溫暖 這是真的 最近好冷喔 接下來就是實戰解說的部分 一開始呢 點2技能拍一下 再開啟檔章 再拍第二次 快速清完第一波兵線 這時候 這個炭治郎 還在一等 一隻兵都清不掉 開啟閃線 插一下 各位別再跑了 我在等二技能冷卻好 你別再掙扎了 大家有看到魯夫在一等 他就有兩個技能可以使用 非常OP 連用兩次二技能 就能清掉第一波兵線 而且 清完第一波兵線 我們會上兩等 就多了一技能可以使用 打架就更強 那魯夫呢 他是屬於單人線 Solo路線 應該說官方創角 送的那三選一角色 三隻都是單人線 以單人線來說 我覺得魯夫這樣的表現 非常適合新手去玩 儘管魯夫可能不是 單人線最強最強的角色 但對於一個新手 你要去入門來說 他已經算是很強的角色了 分享給大家 如果要選的話 不知道選誰 就先選魯夫吧 現在打炭治郎 就像打蒼蠅一樣 我的二技能跟蒼蠅派 真的差不多 讓我想到傳說對決的古墓 那個扇形的蒼蠅派 非常好用 剛剛吃完對面的藍buff 來到了四等 有我的超派臭角可以使用 剛付我的炭治拉 給他一套技能 再給他超派臭角 就這樣子 就能秒殺一個人 基本上打到這個地步 已經 後續沒有技術可言 看到人給他一套 就能把人家殺死 這到底是什麼OP的角色 剛蝴蝶忍就飛過來 我半血不見 我趕緊的拉過來 還瞬移 給他一點尊重 拉到隊友旁邊 隊友正在吃機器人拉 我的大招 想要撿頭 沒撿到 沒錯 魯夫這個角色 大招是一個 很巨量的瞬間傷害 要撿頭的話 還蠻容易的 就是魯夫拉 通常 身上都有超多顆頭 除非你是 佛系玩家 就是那種 先幫隊友打一套 然後 頭 讓給隊友去撿的 但是我不是 我呢 是超派玩家 超派 欸 那湯自然又來了 他只有三等拉 我就不客氣拉 給他 超派臭角 進入縮小狀態 雖然說是 無法攻擊的 三秒 但是 前兩秒 是無敵狀態 對手也打不到你呀 對吧 對手 應該是超級無言的吧 怎麼被打了一套 想要反打了 結果這個魯夫縮小 進入無敵狀態 欸湯自然 他又要輸掉了 跟老實跟大家講喔 炭自然其實在這版本 我沒記錯的話 他應該是單人線裡面算是 T0 就算沒有T0應該也是目前 最強的 單人線角色 對就是要會玩啦 再強的角色遇到 不對人的手上 那終究是個垃圾角色 那再爛的角色在超神 的人身上 或許會有超常發揮 大概是這種概念 看到對面的 蝴蝶人 我們家綺蘿 不 太 太順口了啦 那個禰豆子啊 看起來蠻會玩的 這炭自然 我不想打他欸 他來打我欸 對不對 然後 我再等剪頭 砰 齁齁齁齁 縮小狀態 但我不得不說啦 如果真的要跟傳說比較的話 這款遊戲我目前玩起來是蠻輕鬆 覺得蠻好玩的 那傳說玩起來會有種 打一場就要有打20分鐘的心理準備 就是對於一個手機遊戲來說 我覺得Jump 會讓你有輕鬆更多的感覺 就是你輸一場 頂多 可能10分鐘 啊輸掉了 就算了 我們再開始下一場 下一場會更好 但傳說你是那種逆風 你可能會逆風20分鐘 你整個會在 高壓的情況下 生存20分鐘 然後最後還輸掉 你就會心情更差 所以以一個 玩家的角度來說 以目前Jump玩起來的 想法跟感覺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至於打擊感來說 大家 玩射手啊 玩戰士或刺客 最注重的叫做打擊感嘛 Jump的確是輸傳說蠻多的 就是整體玩起來 他技能打出去的感覺啊 跟普攻 K出去的感覺 確實跟傳說是有差的 但我相信之後 遊戲應該是會做優化吧 畢竟你們想一想 傳說對決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你回頭去看七年前的遊戲畫面 也是蠻慘的啦 那也是後來 官方不斷的優化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嘛 大家手機性能要越來越好 才玩得起傳說對決 不然 玩起來很卡很盾 玩一玩手機就過熱 就等官方優化吧 我自己也很期待 Jump他總共跟8種的動漫合作嘛 而且是正版授權的IP 他之後 後續還會推出哪幾隻角色 也有可能他們的經營策略 會屬於 草短線 現在 蠻多遊戲都是草短線 一開始 做得很好 然後就讓你一直花錢花錢 花到最後 官方可能經營 就 亂來 亂經營 他們沒有想要做長久 但這款遊戲都 願意花這麼多錢去買 正版授權的情況下 我是不認為他們會歐白來啦 草短線啦 對吧 應該不會 希望啦 這款遊戲能做得久啦 OK 那現在打到主堡來 遊戲才11分鐘 就他拆塔速度蠻快的 那傳說的話就是 每拆完一座塔 兵線會緩速 就以整體 你說逆風的時候要逆轉的 可能性 當然是比較低的 相較於傳說來說 比較低 但 以手機遊戲 玩家的心聲來說 就是 逆風嘛 就趕快下一場 下一場會更好 這樣心態 蠻輕鬆的 這隻出雲風子 還蠻硬的 後面 來了一隻對面的 我愛羅 他有點像傳說的 這個什麼 阿茲卡 沙灰 玩沙子的 不要踩他地板上的沙子 好的 冰線來了 就點主堡結束遊戲啦 創腳 三選一 就選魯夫 那另外兩隻 還能去商店 把它買回來 就分享給大家了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by bwd6